Hello 生童感受的能量篇的時候 今集是一個大家等了很久的一個非常大的題目 也是我的主題字就是麥倫chakra 有人讀Chakra 這個字大家上網搜尋了 會有很多不同的版本 但大家說話都大同小異 所以我除了要給大家聽過熟悉的版本之外 我都會講一些大家沒有聽過的內容 麥倫是什麼呢? 它本身是一個梵文 Sanskrit 可以讀Chakra 其實它是一個Vortex 一個漩渦 或者你可以譯作Wheel 一個輪 那是什麼輪呢? 車輪嗎? 它是一個貫穿你的身體 我們有五個是前後開工的 它有個轉動的方向 男女有一點點不同的 而頂和底輪是上下開的 那我做什麼呢? 他們身體裡面轉了 我又看不到 但是科學又證實了這件事 原來我們身體真的有不同的光譜 這個我之前節目都有講過 所以不累積 如果真的想知道的話留言給我 我再補回給大家 那我想說的就是 這些漩渦這些輪 不記得做什麼呢? 其實它就是將外在世界的能量 吸收你所需要的 進入你的身體 給你的身體所用 它供給的是你的身體的系統 器官包括你的情緒 你的心情 以及你的思緒 它險化的包括你的際遇 以及你的感受 所以默倫為什麼會這麼重要呢? 就是因為其實它真的橫圈四個層面 如果它這個過濾 它好像一個網一樣 如果它過濾不到 外面不好的能量進來的話 你的身體裡面會不斷地被外在不好的能量污染 那你為什麼保護自己呢? 譬如我看新聞 我突然看到有些公職人員打人 那我立刻很難過 我為什麼在那一刻我可以保護自己呢? 如果你有默倫的概念 你就會知道怎樣做 那如果我突然之間 我的下腰又痛 然後呢? 我又去不了廁所 然後呢? 又吐吐吐 然後呢? 又好像 穀兒媽 那樣 咦? 如果沒有默倫概念的人 你會以為 我快去看醫生 然後呢? 醫生可能可以指動藥給你 然後幫你打通經針 然後給你纖維 但是如果你有默倫概念的話 我的生殖倫現在很弱 那我要幫她做一個淨化和啟動 那時候我剛剛才跟一個 岳陽在Sydney的一個客人做 我們檢查了之後 我岳陽幫她檢查默倫 咦?她的表我拿到外面 原來她的底輪比較低分 那我就說 那你今天想先處理哪個呢? 她說那底輪先啦 那我就跟她一起 我們通過一些音頻的唱頌 透過guided meditation 就是一個帶領的冥想 就是我言語間引領你做一個冥想 跟著之前是35分 做完之後是85分 很簡單的 我碰都沒有碰到她 而且她根本在Sydney 我在香港 如果她願意的話 我請她可能下次錄一段片和大家分享 或者寫一段文字和大家分享 OK? 她做完之後 是整個人的感受都不同了 暖了 那你暖了明明是身體層面的東西 但對呀 因為你默倫都主宰在你的身體 所以就說她的淚網 吸不吸收到外奸 對你有益的能量進來 能量包括人的 是否吸引一些你想要的人 去進入你的生命 跟著 你的身體功能跟它有關 我們一口氣不來 就沒有命了 所以 我們說的是 宇宙間的能量 透過怎樣吸收 透過默倫去吸收 但我們的默倫 為什麼 這麼多人都這麼弱呢 為什麼小孩子又會這麼強呢 小孩子每個檢查都八九十分一百分 因為 你試一下 她想扭媽媽買玩具 媽媽不買 立刻哭 凸地露地沙 是不是 但是我們呢 如果生氣不開心 我們可能當下就忍著不出聲 所以默倫最受情緒影響 下一集再說 再見 吧 再見 我